世界如此喧囂 真相和极其少 欢迎来到吴小波频道 大家好 我是八九零 之前我们已经讲完了 这些年马云犯过的 一二三四五个错误 本集继续讲马云犯过的 第六七八个错误 我们接着来谈 这些年马云犯过的 第六个错误 就是对淘宝小二的管理不言 淘宝据划算的总经理 叫闫立明 被公安机关给逮捕了 然后半年后就判刑 判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那么这个背后 就是涉及到一个 贪腐的一个行为 在2002年4月份 国内的一家杂志 叫IT时代周刊 曾经登过一篇报道 长篇报道叫做 淘宝腐败黑幕调查 在这篇报道中 提出了一个问题 说当淘宝没有干净的小二 上下级之间互相把柄 是对马云来说 反腐败淘宝王 不反腐败阿里王 这句话又很像 1948年 当年蒋经国 在上海打老虎的时候 说如果腐败打掉了 国民党就亡掉了 如果腐败不打掉 中华民国就亡掉了 那就是实施 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这个时候看到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其实淘宝内部的这些 贪腐管理已经变得 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根据这篇报道来 分析 当时淘宝 淘宝小儿们的这些 贪腐行为 主要有三种行为 第一种叫做刷信用 那各位知道 这个在淘宝的一些 开店的这些卖家们 当有人 大家去买 买他的东西的时候 那么又怎么能够来 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店 还是一个坏的店 那么到底消费者 怎么能够来评价这个店家 那就看他的信用 所以淘宝是为这些 淘宝买家 卖家 对不起 我老是买卖不分 淘宝为这些卖家们 定立了一个信用体系 比如说你一共分了二十几的信用体系 比如说你完成了251次交易额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一个钻石 完成1万次交易额的时候 可以得到一个皇冠 那么如果你得到50万次交易额 可以得到一个金皇冠 所以交易额的比增加和你的信用本身 变成了你一个淘宝店 在互联网世界里的一个信用的标志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一个第三方的一种 一个灰色的生意 就是有人发明了一种刷钻的一个 刷钻刷皇冠的一个软件 可以帮助你空的增加一个交易额 这个时候如果就需要有内部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很多淘宝的小二在当年就参与了这样的一个 刷信誉的这样的一个非法的一个行为 第二个灰色的生意叫做三差评 就是很多消费者你买了东西的话 你会给予好的评论和差的评论 那么这差的评论的杀伤力就会很大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叫职业差评师这样一个产业 就是有人专门去贴那些差的评论 然后你就要去花钱去买 当时说300块钱可以删掉一条差的评论 那么就会有专门的一个机构 一批人他们专门去给这些商户一些差的评价 然后你这商户就要花钱去买 买的那些你又是通过这家公司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职业的这么一个黑色的一个产业链 第三个更糟糕的一个问题 有一些淘宝的小二就组建了一些叫做老鼠公司 他们在就成立了一些所谓的公关服务公司 向这些商户收钱 然后比如说你给我一年给我10万块钱 15万块钱 我保证你在淘宝网上面 然后可以帮助你做一些促销的活动 然后能够让你在据划算上面能够有一些比较显赫的位置 推销你的产品 那么这些刷信誉三差评和组建老鼠公司 这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都严重的干扰了淘宝 这个全国最大的C2C和B2C电子商务网站的一个 整个一个商业秩序 所以这个在2002年春夏之间的时候 这形成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商业危机行为 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认为说互联网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 对中国商业文明和整个社会公民社会的进步 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推动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前天很多人认为说 互联网技术天然的会推动开放和透明 但是我们从淘宝的淘宝小二这个案例中发觉 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伪命题 因为互联网它改变了原来的旧的秩序 那同时在推导旧秩序的以后 它也就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商业秩序 那么当新的秩序建立的时候 这个时候拥有这些技术和这些平台的人 它就天然的形成了具有的一种建立壁垒的能力 当这些壁垒被建立起来以后 那么它的如果你在制度方面不是建立的很好的话 你有很有可能你会形成一种新的垄断 或者甚至更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专制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今天在这里演讲 我原来发表言论 我是通过写书通过写专栏 但是在互联网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我可以在任何的论坛 可以在任何的平台上进行我的演讲 发表我的观点 但是当新的秩序建立以后 特别是很多平台和流量 被一些若干个大公司给控制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垄断 比如说有人突然间在某些搜索上面 在某些像微博微信上面 突然屏蔽吴小波的三个字的时候 那么我即便在马路上讲更多的话的时候 其实人们是找不到我了 我这个人作为一个人在互联网里面 其实就消失掉了 我就被消失掉了 所以我的存在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说互联网技术 能够天然的推动开放和透明 这件事情 是我们大家都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 我在这里引用一句哈耶克的话 来继续采明这个观点 哈耶克曾经说 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利 可以把最断断的统治合法化 并且一个民主制度 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一种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最完全的专制统治来 我们可以把哈耶克的这句话中 这个赋予政府 把政府这两个字给替代掉 替代成很多平台 那么其实包括很多舆论的平台 包括很多商业的平台 包括很多搜索的平台 这是我们今天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 让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 越先进的技术 越可能成为腐败和垄断的工具 那第七个错误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的几季里面 讲到过阿里巴巴历史上几次的股权变革 因为几次的外来的资金输入 使得阿里巴巴的股权油最早的马云团队 逐渐被稀释掉了 雅虎拥有了39% 就将近40%的股份 然后软银拥有了29.3% 就加在一起 雅虎加上软银加在一起 大概70%左右 然后剩下来是马云团队 那马云团队里面 马云自己的股权 到现在为止还不到10% 这是一个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 然后那么到了2003年以后 阿里巴巴就做了一个发明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支付工具 叫做支付宝 它是对淘宝的业务的成长 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 这个也是马云商业智慧的一个极大的一次一个体现 那么支付宝早期是在整个阿里巴巴的整个一个资产部分里面的 但是到了2009年的6月份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异常的一个现象 就是阿里巴巴分两次 把它的支付宝的股权 转移到了一家公司 叫做浙江阿里巴巴商务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商务有限公司的股东 80%是马云 还有20%是另外一个叫谢世黄的这么一个人 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资产 被两次转移到了马云的私人公司去了 这09年以后发生的事 这个总的金额是3.3亿的密币 那么这件事情到了2011年的5月份的时候被曝光了 曝光以后直接就那就出现个大问题说 那么阿里巴巴的两个大股东 雅虎和软银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 这件事情对雅虎的打击就会非常的大 因为它首先是在美国的媒体上被曝光了 曝光以后 那么雅虎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应该是阿里巴巴这个公司成长的最大的获益者 日盈曾经帮雅虎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在10年的时间里面 雅虎从阿里巴巴当年的投入 它的资产收益 每年的年复合的增长率是55% 就你投的钱每年升到55% 那实际上来是一个几何几的一个巨大的增长数据 然后到了2011年左右的时候 因为雅虎在美国区市场受到了 受到了谷歌 受到了Facebook等等的一个强大的压迫 所以雅虎在美国地区 它慢慢变得比较的示威了 然后有人算过一个账 说雅虎现在在阿里巴巴所拥有的这些股权的价值 和它的股价基本上是对等的 也就是说雅虎除了阿里巴巴这部分股权以外 它另外的几个资产几乎可以归零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到 雅虎在阿里巴巴这部分的股权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当2011年的5月份 当支付宝这部分资产被挪移到了 马云私人公司这个信用被曝光以后 直接导致两个事情 第一个雅虎的股票 在一个礼拜里面跌到了6% 第二是一些雅虎的美国的股民起诉雅虎 说你没有起到一个大股东的监管责任 这是雅虎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弹 然后那么软银部分 它就对这件事情叫不知可否 那总的那个态度 是一个反对的一个态度 阿里方面是这样解释这件事情的 是说支付宝它是一个第三方的支付工具 是设计到是一个金融产品 那么这个部分是国家是监管的 是不允许外资来参与的 那么马云说 那么为了避免支付宝没有办法获得合法的第三方支付的一个牌照 那我就把这部分资产就变成了一个由国内人来控制的公司 否则的话说支付宝就是一个非法的一个产品 那么雅虎和软银知不知是这个观点呢 那么他们是不知是这个观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其实在互联网公司里面 中国政府对有很多牌照制度 比如说像新浪 搜狐 网易 他们在中国要做这个盟户网站 他就需要一个叫ICP的这么一个牌照 那么中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面 ICP牌照是不允许给外资公司的 结果就在很多年前新浪上市的前后 也就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 就发明了一个叫做协议控制这样的一个办法 当叫做VIE 就是由境外的一家公司实际的来控制国内的公司 然后牌照是由国内的公司去获取 那么雅虎和阮业就说 那么既然新浪当年可以通过VIE的方式绕开中国政府的监管 那么你阿里巴巴为什么不能绕开呢 那马云说那我是不愿意绕开 因为绕开的话呢 你就变成一个非常灰色的一件事情 他就也就是说马云对已经实行了十来年中国互联网公司 就是说普遍所执行的VIE的制度进行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挑战 这个其实就动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 现在在资本层面上存在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制度设计 所以当时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分野 当时对马云提出最大的一个质疑 这是国内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媒体人叫胡舒立 胡舒立在他的媒体上面发表了一个长篇的一个评论 来认为说在马云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缺乏了契约精神 哦所以马云他为了不与同行们同流合污 保持自己的纯洁之身 宁愿背上背信弃的骂名 嗨高人总是孤独的 吴老师那后来嘞 那么到了2012年5月份的时候 阿里巴巴和雅虎之间形成了一种谈判的一个结果 就是阿里宣布动用63亿美金现金和不超过8亿美金的新增优先股 也就加在一起就是71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资产 回购了雅虎手上的一半就20%的阿里的股权 同时呢这个雅虎承诺说马云哪一天 阿里巴巴哪一天上市的时候IPO的时候 阿里可以以同IPO的价格来再回购雅虎手上50%的股权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股权协议 那总的来讲呢就是雅虎最后面是妥协了 拿走了71亿的美金的钱 让出了20%的一个股权 同时默认了支付宝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这个是在2012年所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事件 这个事件是什么 在这个事件里面 马云的个人的企业家信用和他对契约精神的一个尊重和认同 遭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 那么之所以今天我们还要来再谈再来谈这一件事情 是因为在后来的几年里面 马云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契约的这种观念 他并没有停止 而是还在继续往前走 比如说到了2014年3月份的时候 马云两次动用资金收购了两家公司 第一是他动用了32亿人民币 收购了一家叫恒生电子的一家公司 那么他收购是通过个人私人的一家公司收购了恒生电子 但很多媒体发觉说什么问题 恒生电子的很大一部分的利润的收入 是来自于阿里巴巴的合作的 那也就是说我是阿里巴巴的实际的一个控制人 然后我另外成立了一家公司去收购了他 然后这家公司和我是有利益关系的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利益输出的一种嫌疑 那么第二他是动用了65亿人民币 收购了一家企业叫做华速传媒的20%的一个股份 这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次收购 就是马云成立了一家私人的一家公司 然后花65亿去收购华速传媒 那么这65亿从哪来的呢 这65亿是马云向天猫公司 就向阿里巴巴旗下的一家天猫公司去借的这笔钱 那么你向天猫借钱你用什么来做抵押呢 就是你用将要收购的华速传媒的这个股权来进行抵押 那就是马云几乎没有出钱 就收购了拥有了华速传媒20%的一个股权 这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就不知道阿里巴巴每年的这个董事会是怎么开着的 这些问题啊 包括他的这个支付宝的资产的转移问题 包括他用非常独特的方式收购 恒生电子和华速传媒这样的事情 从现在角度来看 他跟公众是没有关系的 他有关的就是阿里巴巴现在的这些股东们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说 这个同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马云确实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正说杨志远和孙真义都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都是二般的人 所以这个在现在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 其实这些问题只能说明说 马云有一种非常独特的 不同于常人的这样的一个对契约精神的一个认同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是说如果在今年在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以后 那么你的这些行为就涉及到很多一般的股民了 就不是你们二般这些大佬们能够说的算是 那这些一般的股民对过去这些收购行为和股权安排行为 是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判断 有没有可能引发一些 国际上的一些法律出众行为 那就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件事情了 在这个时代也许成功是最好的除臭计 好吧 接下来我们讲马云饭的最后一个错误吧 首先890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世界上啊 一个人他最难吃的东西是什么 最难吃 难道是吃醋还是吃亏呢 这些东西都挺难吃的 但是我认为啊 这个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就是你讲出来的话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食言 就是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把你讲出来的话再给它吃回去 马云这个同志啊 是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里面最具有演讲能力的人啊 你看他他讲的话除了就可以出很多书 就马云什么内部讲话外部讲话的 都可以卖几十万册的书 然后也是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里面 应该说我见过的企业家里面口条最好的人 当年有在几年前有叫叫北牛南马 北面长江以北最会讲话的那个人叫做牛棍生 南面是马云 叫北牛南马 这个牛马如果在一起来开会的话 别人就不用不用擦什么任何嘴了 所以他讲过很多的话 那么中国有讲叫什么叫言多必失 你们讲了很多的话 然后呢人家人们都把它很人生的记录下来了 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呢人家会来对 到底有没有兑现 这有些话就可能会被风给吹走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 讲述几句马云讲过的 已经被风吹走的话 最有名的一句话呢是关于游戏 网络游戏啊 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世界里面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啊有一年2010年的9月份 呃马云在杭州举办第六届的这个西呼轮件 当时来了很多互联网的大佬 大家来干嘛呢 其实不是来讨论互联网的什么重大的事情 是来看一个人叫柯林顿 因为马云那年把柯林顿请到了西呼轮件上面去 那次我也去在现场 然后呢有就在那个几个企业家大佬啊 在台上做演讲的时候 突然间下面有一个女的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啊 他指着丁磊说 他说我我要杀了你 然后丁磊吓了一跳 然后呢那个女的就说 说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儿子沉迷于一个网络游戏 然后呢他跟他儿子发生争执 然后儿子离家出走 到现在还没回来 所以他跟丁磊说我要杀了你 然后丁磊就很害怕 就问他说 那么你儿子玩的是什么游戏呢 那个中年妇女说 我儿子玩的是传奇 丁磊说那个不是我的游戏 那个陈天球的游戏 所以网络游戏在很长时间里面啊 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中 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议的 那马云呢曾经讲 曾经讲过说他精神经是饿死也不做游戏 甚至有一次呢 他是在这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到阿里巴巴来视察的时候 他对国务院总理讲过的一句话 他说我们坚定的认为游戏不能改变中国 中国本来就是独生子女家庭 孩子们都玩游戏的话 国家将来怎么办 所以游戏我们一分钱也不投 人家投我们鼓掌 但我们不做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这段话是马云非常有名的话 此处应该有掌声 但是很可惜的是 到了2014年1月份的时候 阿里巴巴宣布说正式推出手游平台 并表示要打破腾讯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 马云进入手游的时候 阿里巴巴不但没有饿死 而且已经是全中国赚钱最多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了 2013年的四季度 阿里巴巴的营业额是189亿人民币 它的净利润是88亿人民币 它的净利润率是44% 所以阿里绝对不是一个要饿死的公司 但是马云还是提出来要搞游戏 编导此处应有喝倒彩的声音 那么第二个呢 有趣的是关于物流 大家知道因为淘宝的崛起 所以带动了整个中国物流行业的一个繁荣 中国现在前四大物流公司 几乎一半以上的业务来源都是来自于跟阿里巴巴跟淘宝的一个合作 那么马云为了扶持这些下游企业 他一度说阿里巴巴是永远不会做物流公司的 但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 阿里就投资了一家叫新层极变的物流公司 这家公司后来是倒闭了的 然后到了2010年底的时候 淘宝网正式推出要做淘宝的大物流平台 宣布要投资要投1000亿人民币左右 要做好做到自己的淘宝的一个物流平台 编导此处再来喝倒彩 那么第三句有趣的话呢 是2013年的5月份 马云呢宣布要正式退休 这个当时是全国性的一个重大新闻 当时很多媒体来采访我说 吴老师他说这个马云要退休了 你怎么看 我当时就觉得我说马云应该不会退休 因为这一代企业家 他们未来都应该像李嘉诚 像王永庆这样的 最后面是倒在办公桌前的 他们这一代人都非常相信 列宁同志讲过的一句话 叫做战时的终点是哪呢 战时的终点是目的 所以我当时就很怀疑 我说应该是不会退休 阿里的整个一个淘宝的整个团队 组建还没有非常的成熟 他的小微金融集团 像支付宝这些产品都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完成闭合的一个情况 然后阿里也没有上市 其实马云应该是没有到退休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在2013年的5月份的时候 马云高调宣布要退休 他说他未来要做的两个产业 一个是教育 第二个是绿色环保 所以但是当他宣布退休 也就在这一次5月10号的一个退休演讲发布完 全中国的媒体都发完以后 18天 马云宣布投资 组建了一家新的一家公司 叫做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宣布要启动中国智能骨干网的建设 要支持一千家 一千万家新型企业发展 创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 所以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别乌龙的一件事情 此处还得在家喝到彩的音效 所以在一个互联网年代 特别在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企业里面 你企业家你所要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要真的要认真的去想一想 因为时间确实会会改变很多很多的一个决定 这里面我们也给大家录了一些 中国非常著名的企业家 他们讲过的一些被风吹走的 重新吃回去的一些话 你比如说像任正非 当年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 叫华为基本法 华为基本法的第一条叫做 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 但是2014年的时候 整个信息服务板块 在华为的整个一个业务模块中 是成长最快的一个模块 那么中青后说 我不会进军白酒业 那么去年中青后开始做白酒 刘强东说 京东商城五年内 不会涉足在线图书销售市场 他讲完这句话六个月后 他就开始京东图书频道就上线了 周鸿一说 旗鼓360不会涉足杀毒领域 大家知道现在360主要的领域 就是在免费杀毒领域里面 成年说凡客成品绝不做女装 现在凡客成品不但做女装 连菜刀都在做 黄章说 魅族M9直到停产也不会降价 他早就降价了很多次了 所以这也是企业家们讲过的一些话 所以在这一点里面 我们可以给到大家的提示是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你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的未来 你做直媒体能赚到钱吗 还是只是图个乐字呢 我在我的开栏的那个文字里 专案里也讲到过这个问题 我是传媒人出身的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扇能够 讲自己话的一个窗口 所以我做了这个自媒体 你业余生活最喜欢干嘛咧 业余生活的话 不工作的话 主要就一个是会打麻将 当然这个爱好是跟胡适啊 跟梁启超啊 他们关系都挺 我这么讲的话 很多人会不高兴 其实对 第一打麻将 第二呢是喜欢看韩剧 看还有国内的这些肥皂剧 那你给我们推荐一部韩剧吧 其实我看韩剧 我觉得就是一个休眠的一个作用 而且我看了很多韩剧 但我现在真的记不太清楚 韩剧的名字 或者演员能够对得起来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推荐 韩剧给到大家 你以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待韩剧 韩剧知道吗